一个表演的团体呢 他们也是来自高雄 那他们是来自于高雄南紫溪上游 他们的祖先呢 以前是就在上游居住的 后来慢慢迁徙到 这个南紫溪的下游 他是我们原住民 平埔族群的其中一族 叫大五龙族 那大家有听过这个族群吗 大五龙族 可能你们比较熟悉的平埔族群是 我们在北部的凯达哥兰族 对不对 或者是呢前一阵子啊 这个电视剧 演得非常有名的斯卡罗的故事 那现在呢 其实在南部有另外一个 非常大宗的平埔族群 叫做大五龙族 他们呢带来的这个演出呢 也非常特别 也是要去重献他们的祭典 那其实呢 他们这几年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他们经历过莫拉克风灾 历经了千春 在千春的过程当中 他们真的感受到了这个 这个族群文化 消逝的这样的一个 违纪意识 所以他们决定透过这样子 一个舞团的形式来凝聚 我们族人的情感 让我们来欢迎 大满舞团 大五龙族的 精彩的演出 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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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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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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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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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